To your eyes,有暖暖的dream 穿过人海,跌地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更苏醒去大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虫虫 来到每周市场回顾展望时间 今天是3月12号2022年 我们最近的题目是黎明前的黑暗 因为我知道这个市场现在其实非常折磨人 已经折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算是蛮长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修正 并不是一个上涨趋势的调整 或是拉回 这个是一个属于中期的修正 那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苦日子已经快要过去了 那甘甜日子将来 将来快要来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呢 那在开始前呢 希望大家就是在没有加入充当 这个discord 大家在这个link大家可以自己来加入 然后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视频的好处 那记得订阅点赞留言鼓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说 这个市场已经黑暗日子快过去 因为当然市场是非常 现在是非常折磨人的 因为这个均线一直往下 然后呢 这个多头尝试要抵抗 但是呢 似乎要上去也上不了 然后下去也没有暴跌 那就只在这个当这个位置 然后一直在上下震荡 然后偶而这个好几天 就会有这种所谓的 这个一两百点的这样涨跌 涨啊跟跌啊 然后让你抓不出方向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折磨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指标 这个是fear and greed index 就是恐慌跟恐惧 还有贪婪的这个指数 那是非常低的 因为14 之前大家说30 40 当时已经够低了 可是现在还有更低的 其实在2018年大盘 在这个最后的下跌的时候 加速下跌的时候 曾经到过0 如果说你没有参与这个市场的话 可能不知道 但是让我告诉你 这个当时有到0 没有牛了 就是开始要转牛了 这个市场还有牛 那个市场就要继续杀 杀杀杀杀到最后 这个变成没有牛了 那才会开始转涨 所以呢 我不是说每一次都要到 没有牛了才可以涨 就是说 可以到那么那么那么极端的时候 那那么多极端之后 其实大家也看得到出来 就是2018年是在这里 2018年这个非常非常恐慌了 然后之后有一个什么样 非常牛的一年多的上涨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COVID 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才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涨幅出现 所以呢 极度恐慌带来后面极度的上涨 所以呢 不要太惊慌 要有信心 对牛市有信心 对市场有信心 嗯 个股不一定能够很顺利的回来 但是呢市场指数部分 我觉得 就一旦这个开始进入了这个 happy time 因为不高兴的时间是很短的 两个月算OK 那这个开心的时间会很长 那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年 对不对 这个unhappy time 这个可能两个月 可是呢之后七个月上涨 unhappy time 对不对 三个月之后是吧 这中间修正可是有一年多的上涨 scary time 对不对 好 两个月 后面怎么样 哇 happy two years 对不对 所以呢 呃就是说这个其实 呃这个痛苦时间 只要熬过后面都是好的地方 那尤其是这个指标对不对 已经这么这么严重的这个事情 呃欧洲对不对 这个战争 然后呢 这个国内又开始 这个新冠开始数字增多 然后呢 到了美国有这个 嗯 inflation 这个加油 到哪里就是加油好贵 变很贵对不对 然后呢五块钱一家人 六块七块八块 就都可以慢慢看得到 然后呢我再去打篮球 我求有对不对 大家都说我想要换电车 然后 哪里可以买 像Tesla 现在要买到要等半年以上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呢 呃电车变成就是说大家都想要省油对不对 所以呢 呃通膨已经开始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在这种各种坏消息 这个环绕我们当中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啊 就是呃黑暗的时刻 所以黑暗的时刻 就就是呃其实都是未来市场要恢复好时光的一个呃油水 所以呢呃一个燃料 上涨的燃料 所以呢呃没有关系 我觉得黎明就快要来了 那下礼拜是关键时刻 为什么因为美联储在下周三就要有新的利率决定 不管是涨息0.25%还是要涨息0.5% 只要尘埃落定 加上这个俄罗斯跟呃这个乌克兰的情况慢慢缓解 那其实都是未来能够恢复上涨的动力 所以呢当这些东西过了之后呢 那即使再有一些零星的战事 或者说继续有通膨的问题的话 那都会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让整个上涨上涨过程当中的拉回 那就不会太大的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情况 所以呢呃我们来看就是呃下周 下周的一个情况 我们技术上不用多说了 我们前几周前几个update都讲过 就是都是一直在making lower low higher low low high 然后呢就是一直往下沉 然后呢呃五十天均线就即将死差这个两百天均线 通常在这时刻看起来很恐怖 但其实后面都会有一个好的涨幅 嗯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就是市场哈 一直在重复过去的pattern 这是小石图 这个下跌然后呢产生好的反弹之后 然后呢都一直盘整完 形成一个震荡区间之后 然后呢跌破 再回来反抽之后继续下跌 这边反弹对不对 然后呢形成一个盘整区间 跌破之后再度的一个回踩 盘整区间过不去 然后怎么样又要准备下一腿下跌 下周三美联储哈 还有包括周四周五的48小时的这样一个呃这个震荡 那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低点 然后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弹哈 呃往下哈我们当然这个地方先被跌破哈 42180到4200这附近如果跌破的话 那就会去挑战4157 4114哈 这个重新的回撤 甚至更低的4000到4050都有可能哈 那这个如果能够顺利的跌到这里的话 那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你说啊这个我们现在买了会不知道 需要不要止损啊 我觉得也不需要止损 因为这地方我们按照我们的心理的这样一个 Fear and Greed Index来讲的话 在这么低的情况下 通常啊不管在多低 一个月后两个月后 肯定会有比现在这个位置 更高的一个一个一个价位 所以呢 在这地方买的 其实基本上都不太需要去做什么 一些这个这个止损 我觉得 呃就是黎明快来了 那当然最后会有一个很恐慌 Flash out 然后呢再往上猛拉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所以呢这个过程可能下礼拜会进行 那那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些 Borish percentage 的一个指数 这是NASDAQ 这个科技版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牛熊指标 你看看牛的30几%的情况下 好那在这个位置 那过去几个30几%的 都是怎样相对低位 调整的低位 20几的 然后呢 那这个调整多多久的时间对不对 0809年对不对 那之后怎么样 反而是上涨好多年 那所以呢 只要调整越久 然后呢掉了越低 那之后都是 之后牛市上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呃稍微忍耐一下 我们黎明很快就来 那我们在黎明 要看到黎明 要有一个确认指标 比如说 呃周线要收羊 最好一个 先砸低再往上拉高的一个 呃下影线的这样一个周线 然后呢 之后持续上涨 不再跌破之前的低点 日线也能够有一个好的下影线 然后呢 回踩不跌破低点 继续往上走 啊 这样一个确认信号 出现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 呃知道黎明要来了 这个是NASDAQ 那你说其他的板块 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指标更不好用呢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这是黄金的 黄金的在过去几年 虽然在2012年之后 有一个熊市 对不对 但即使熊市出现一个非常低 非常低落的情绪的时候 是当时的低点 是吧 当时的低点 那有没有再跌更低 这个时候 1200一定有人说 黄金要到900 700600 对不对 可是没有对不对 那虽然 这个低沉了很久的时间 可是只要是在这种 所谓的 这个低沉的时间 低迷的时间 都是相对的低点 但后面 都有一个很好的 relief的rally 就是说 一个解放的 这样一个 这个低落情绪的 一个反弹 对不对 那即使在这种下降趋势 都没有再跌更低 对吧 那然后呢 只要一开始 慢慢的准备往上涨的时候 每一个 每一个回调 对不对 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然后之后怎样 越涨越高 那就怎样 扭转趋势 你看黄金 十几年来 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更况是我们 这个 美国是一个超级牛市 那基本上 也会是一个 同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 你看 特别低点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上升趋势的低点 更好 对不对 之后有一个带更好的上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是Energy Energy也很差 对不对 就是有 有服务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么差的趋势 对不对 大跌 所以呢 这次图给大家看的意义 那 目前为止 油也是太 太 情绪太高张了 所以呢 应该很快就有Pullback 油Pullback 那就是给 这个 股票市场 这个大盘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涨机会 看一下标普的 这个Ballage Percentage的图呢 那40%也是像 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低了 已经有盘整一段时间了 那我觉得也是相对低位了 那我们看过去几个40%的 都是怎样 后面都是有很不错的涨幅 这里两次二十几的 对不对 之后涨一大段 即使是这个2018年年初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比较差的40% 但是呢 之后涨了多少 涨了七八个月 之后才开始有一个 什么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 大层级的一个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图 基本上我觉得 只要是这个 有底部讯号出现 那会有一段 不错的一个happy tim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一点就是 我们在周四的时候 录个视频 这个是15分钟图 就是头肩底出现之后 有一个很好的反弹 那周五就昨天 一个就是全天下跌 对不对 那我这边 我后来在discord给大家说这个 做好 其实视频的时候就讲了说 大家自己要做好这个 所谓的这个 被动的一个离场 被动离场就是 当你的支撑 支撑的连线破位之后 你离场 基本上你的做 周五周四的做多 还是非常有保护的 那这边后来有说 可以有一个潜在的 因为有搜正的一个15分钟图 对不对 日内的一个交易 跌破了怎样 后面下跌就跟你无关 你即使在这边进去的 这边下跌跌破 你出场 那损失也非常小 后面就说你就不会被套住 然后就不肯离场 不肯离场是 你日内交易 短线交易或者是中长线交易 最大的敌人 就是说你当你想好 要入场的地方的时候 当你也要先计划好 要出场的位置 如果你出场的位置 不能够去执行这个计划的话 那你后面的跌幅 会被套到 那就是 有点这样活该 就是 最有应得 就自己 没有执行好 你自己的交易计划 那这个交易计划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这个下跌趋势 反趋势的一个交易里面 你的交易计划非常重要 你要执行你的交易计划 你要有交易计划 要去执行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恐慌指数 这个我觉得 预示的 周一周二 可能还是会有 恐慌指数上涨 大盘会再继续下跌的可能性 那下周 就是周一周二 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这支撑 刚刚讲过 是一直都在重复的 过去的这个趋势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如果这地方跌破的话 那就应该后面 都会带来几天的 两三 两到三天的下跌 那这个最后 我觉得 最这个计算的一个 废市 系数的目标 是四千到四千零五十 如果极度行情出现的话 好 好 那最后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季节图 非常非常巧妙的 我觉得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完美的地步 1月一直下跌 对不对 然后呢有一个反抽 我们这个反抽 稍微一点偏差 这个地方是指的是 大概2月十几 15到16号 可是我们最后的高点 是2月9号 实际上 看一下是不是 实际上2月10号 对不对 是最后的高点 之后一直开始下跌 对吧 然后呢 当然这边有一个反抽高点 但是整个来讲是 符合的 对不对 然后之后震荡下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这个季节图呢 指向3月底 是3月中 是一个底部 那也就是下周 所以下周下周 是一个底部 之后呢 有底部的确认讯号之后呢 应该会有震荡上行 一直到5月初 所以5月初 3月中 5月初 会是一个happy time happy hour 让你能够 就不会那么低沉 那么难过 那么黑暗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地方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都有帮助 那也希望大家 就是也能够 开始计划一下 下周如果 有一个非常深的 一个反弹 升跌之后的一个反转的时候 大家仓位要怎么去控制 要怎么去做 这个交易要怎么做 大家可以周末的时候 可以稍微做点计划 好 我们今天到这地方为止 那希望大家 觉得视频好的话 记得 按赞 然后呢 也订阅 然后呢 也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好 那我们到时候 下次的update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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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